嗨 果凍 那第一次知道你是有觀眾 donate 你的影片 那影片中你各種 triple 我的死哥 讚嘆我的死哥 當下我有一種遇到了 知音的感覺 對 就是知音 知音難尋啊 那其實你也是個很多才多藝的人啦 你看你英文好 又長得又高 又這麼會BD 又在實況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然後脾氣又好 所以希望你可以繼續多教一些英文 因為畢竟很多新興學子會關注你的實況 希望你可以為國家未來的幼苗盡一份行李 那2017年希望你今年能夠實現你的夢想 祝福你 你跟鳳梨妹到底認不認識啊 我是說真的啊 我真的不認識她 我當初會去看她的實況就是 其實我蠻佩服她的這個 EQ 她可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然後還可以笑笑的繼續這樣 所以就是我看她的才是因為我覺得她的EQ很高 所以我去看 當然啦 後來證實這個我是寫不起來 證實 那可是你剛剛有沒有發現 她在講你的優點 她很懂你耶 她臉你長得比較高 然後很常教英文 她蠻關注你的耶 我知道我知道她其實有在關注我 那她 算了算了我不要逼你啦 我不要逼你啦 這個 反正我們就趁這個時間 我在這邊再講一次啊 就是我沒有這麼隨便的人好不好 就是 就算這個人他今天 像比如說以鳳梨來說好了 他今天就是可能 就是不排斥我 重點是 就我的觀點 還是要交流之過後 就是經過我這個大概 這個大概 少說一年半年到一年的這個觀察 就是我 我基本上是 我確定了一些事情之後 我才會這個 好好好 懂懂懂你比較謹慎啦 比較謹慎啦 都是很好的人啦 好不好 我的目標就是 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那種 所以我會比較挑啦 好好好 懂懂懂 那其實鳳梨妹 因為我跟鳳梨妹蠻熟的 她人真的是 EQ真的很好 還蠻好笑的一個女生